接著我們要上的是一個叫做正比跟反比 那國中會用到很多 正比跟反比 什麼叫正比 我變兩倍你變兩倍 我變三倍你變三倍叫做成正比 好我變成兩倍你變成兩倍 我變成三倍你變成三倍叫做成正比 公式寫成這樣 y-cx 即是一個常數 比如說y-2x y-6x之類的 叫做所謂的正比的公式 長這樣 叫做成正比 那什麼叫成反比 我變兩倍你變二分之一 我變三倍你變三分之一 我變五分之一你會變成五倍 叫做成反比 公式寫成這樣 sy-cxxy-9xxy-2000 叫做說s跟y成反比 叫做成反比 什麼重點是它的長相 圖形 這些全部都叫做成正比的圖形 最後一個也是成正比 但是它有一個負號 還有一個反過來的狀況 但是它也要成正比 叫做成正比的圖形 反比呢 長這樣 其實反比的彎啊 要某一種特殊的彎法 才叫做成反比 別種彎法 不叫做成反比 但是因為我們國中學的很少 所以看到它彎彎的 我就說它叫做成反比 叫做說它做成反比 OK 那麼我們在參考書裡面 經常會給你寫一大串 什麼什麼什麼時候 x跟y成正比 什麼什麼什麼時候 a跟b成反比 什麼什麼什麼時候 假跟你又成正比 這些東西其實你都不用背它 你只要如果看公式 看長相你就知道 誰會跟誰成正比 誰會跟誰成反比 來看一下 如果密度一樣 如果密度寫成1 一樣 一樣 d等於v分之1 d等於v乘m v如果是2 m多少 2嘛 2分之2才會是1嘛 v如果是3 2分之2 3 這叫做我變2倍 你也變2倍 我變3倍 你也變3 這叫做成什麼比 正比 所以這時候叫做m乘v乘正比 也就是密度一樣的時候 密度一樣的時候 體積跟質量會成正比 那假如質量一樣呢 d等於v分之1 m顯成1 你看到v如果變2 d變多少 2分之1嘛 v如果變3 d變多少 3分之1嘛 我變2倍 你變2分之1 我變3 你變3倍 你變3倍 這叫做什麼比 反比嘛 所以質量一樣的時候 密度跟體積會成反比 反比 好 那假如體積一樣呢 d等於v分之1 v顯成1 v一樣 也1 d等於v分之1 m如果是2 1又多少 2 m如果是3 1又多少 3 我變2倍 你變2倍 我變3 你變2倍 你變3 你變3 0到2什麼比 正比 所以體積如果一樣的時候 密度跟質量會成正比 密度會成正比 所以你看公式 寫上去誰是一樣 你就會了 你就知道誰成正比 直人反比 這邊隱藏了一個重要的觀念 我們說A跟B成正比 或者是A跟B成反比 一定是什麼什麼什麼 一樣的時候 A跟B成正比 什麼什麼什麼 一樣的時候 A跟B成反比 因為凡事要比較 都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我們兩個要比身高誰高 要同樣在同樣地板上啊 不能你站在最後的時候 我在地板上比 看誰高啊 那不行啊 所以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所以一定是什麼什麼什麼一樣 A跟B成正比 什麼什麼什麼一樣 A跟B會成反比 講計畫之前一定有個什麼什麼什麼 一樣 什麼什麼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想法 重要的想法 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可以嗎 可以